CF230A1 哈囉 您現在收看的是PTT頻道 我是您的特派記者Varenia 這次非常榮幸能夠再次採訪到 全力發的業務經理 吳經理 吳經理你好 你好 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 全力發這次來China Plus 帶的主力機台嗎 那個CF230A1STM的機器 那這一台是前電機器 那它搭配的模具是 2加2的堆疊模具 那主要的訴求就是 現在環境的一個友善環保 這個意識抬頭 我們是一直極力在推展前電的一個射出機 那這個2加2的主要是 應對這個大型大量廠化的設計 那當然很非常適合大陸型的一些 那個客戶 那另外就是有展出 也是230AE的射出機 也是電動機 那另外再一台就是 展出一個500噸的TWR的四伏節能機 那搭配這一次特別展出的一個電動四伏轉盤的機器 也是節能快速精密的一個訴求 那我想了解全力發經營這麼多年來啊 就是其實已經有很多很專業的研發技術了 那我想知道說跟其他的廠家最大的不一樣在哪邊呢 做所謂的一個垂直整合 一千一發做主軸 然後呢跟其他的一個廠商做一個整合的一個工作 比如說搭配模具場啦 還有周邊設備場啦 甚至呢自動起出場啦 這樣的做一個整合的一個規劃動作 那當然這個就是替客戶呢 Potosolution的一個系統化的一個問題的解決 那這次來Channel Plus 因為其實展的規模也是蠻大的 然後這次有特別請到我們土耳其跟巴西的代理過來 那我想了解說全力發在這邊的整個代理的 大概有哪些國家 還有就是全部的服務據點哪些呢 主要在東南亞 那在東亞的話 我們在越南有一個分公司 那其他包括了 泰國啦 菲律賓啦 還有呢印尼啦 馬來西亞啦 都有代理 是非常完整的 那包括在中南美 巴西阿根廷 整個這個中南美 那中東啦 歐洲也有 那中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競爭蠻激的 但是我們也是有蠻不錯的一個代理 跟服務的一個起點 來找全力發的這個客群的話 集中在哪一個國家比較多呢 當然可能一些地緣關係呢 東南亞也比較多 那中南美有部分 那再來就是 這次非洲也有蠻多的客戶 甚至呢以下大單 恭喜恭喜 全力發在明年 或是說在這個未來的展覽上面 有沒有哪些地方 是你們會去做推廣的部分呢 計畫可能今年會去日本 參加IPHELP的一個展覽 因為從在去年開始 我們日本的客戶 漸漸的有在增加的一個趨勢 那可能也是在前電視 還有一些我們雙模板這項的一個 比較新比較前進的一個技術 我們獲得客戶的一些肯定 好那非常恭喜您 這次有賣出機台 那預計您之後 在下一個展覽也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謝謝您介紹我的採訪 謝謝 這個期間 Sync